隐私辰啊 隐私辰 你当时肯定写了不少我的坏话吧 让我发现你就死定了 我说不清楚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 也许 是因为米兰的这些经历 也许是更早之前 总之 我现在会因为她的迷路而担心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会因为她的受伤而心疼 甚至我开始有些不切实际的愿望 我希望当我再次打开这个时间 在我身边的 如果不用担心 那有一个安妮儿 我希望她是在绽作风格显了 就知道我能更宣言 但我说我能在这一天 就能毕端 也能抅你 我会解决 比如说 当真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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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各位心里对此次事件都有一定的判断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举手表决 同意尹思辰就此卸任的 请举手 三票 同意尹思辰继续担任YMOCEO职位的 请举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倒跟不到 对结果有什么影响吗 你真以为艾雷克斯会投你一票吗 退一步说 就算投了 最多也只是平票 艾雷克斯既然没有到现场 又没有委托其他人投票 就只能当作期票处理 好吧 我宣布 从今天起 尹思辰将不再担任你 听懂一下 抱歉 迟迟了 来了就好 我们刚进行到举手表决的阶段 目前票三比二 艾雷克斯先生 那你的意见是 我只有一个问题 尹思辰先生卸任之后 由谁来继任他的职务 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 YMO里面大把的人才 我们随时可以推选新的CEO 既然如此 那我的意见是 保留尹思辰CEO职务 你确定你考虑好了吗 你可别忘了他之前收购Merry Me 不惜假结婚的事情 我是YMO的股东 就不得不为YMO负责 公司的人才确实很多 但是尹思辰值又一个 事件发架到现在 尹先生的反应能力和办事速度 想必各位也是有目共的 目前YMO遭受的损失 已经是我认知范围内的最低限度 这也恰恰反映了尹先生的能力 这个公司是尹先生一手创办的 我相信没有任何人比他会更勇气 至于Merry Me 我想这是我跟尹先生之间的私人人员 就用不着大家在这里量配时间了 谢谢 你别高兴得太早 现在同意尹思辰继续担任YMOCEO职位的 请举手 三票 同意尹思辰就此卸任的 请举手 他们来了 这是个写人 女人 她在尹先生的肖族 这是个写人 第一次 自己想维抢 好 这 那你太有点地 我还想走 我当我 怎么想走 我可是在尹先生之间 太好了 太好了 姐 姐 姐 就说嘛 阿里克斯先生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这一票 郑总 我继续 我也继续 票数三比二 我宣布 尹思辰职位不变 将继续担任 白茂CEO 我以后一定要 大方光彩 我相信你的能力 但是我这一票 你还是要感谢顾小姐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做错了 我在此向您郑重地道歉 一开始穿上《Mary Me》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 我面前的男人 就是携手一生的爱人 所以那时候的《Mary Me》 对我来说 就是一件设计尽量的艺术品 但当我真正爱上 尹思辰之后 我才意识到 是《Mary M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这 Це部乎在学习说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